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要让大家了解到咖啡拉花的成型原理 就是牛奶和奶泡融入到浓缩咖啡中 并且在咖啡的油脂的表面形成拉花的图形 道理大家都懂 具体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 大家借着一下看 首先大家看一下图一 在制作新型拉花的时候 我们通常要把咖啡杯评分为三等分 大家可以看到一二三数字的区域 在往往制作的时候 很多同学找不到适合的注入点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比较常见的几点错误 所以当我们来制作新型拉花的时候 我们需要找准拉花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拉花的注入点在正中心的位置的时候 那么整个新型的拉花的位置呢 就会整体往下偏移 不会呈现在杯子的正中心 OK 当然注入点也不能在区域一的中间的位置 整个新型呈现的位置呢 就会在杯中太过于偏上 当然注入点也不能太靠过于边缘 这样的话呢 整个新型就会偏离中心 而且新型的一侧呢 就会扁扁的 呈现不了圆圆的形状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标记的红点的位置 红点的位置呢 是我们制作新型拉花的时候呢 比较合适的一个注入点 在区域一和区域二交界的中心的位置 好 下面我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这时候呢 拉花缸需要贴下来 把奶泡释放出来 形成一个圆形 等到九峰板之后呢 拉花缸从原地抬高 直线收尾 最后形成了一个漂亮的新型 当我们融合到六分板 想要呈现拉花图形的时候呢 那我们拉花缸和杯子的间距呢 就不易过高 如果过高的话呢 就会导致拉花图形不易成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拉花缸降下来 贴近咖啡液的表面 收尾的时候呢 不能太低 如果太低的话呢 就会形成一个粗粗的奶泡的痕迹 影响美观 当我们在最后收尾的时候呢 一定要晚饭地减小流量 然后抬高垂直的直线收尾 再次收尾 希望大家看了这期新型拉花成型的视频呢 对你们自己平时在家中的练习 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下方留言 来告诉我们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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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